我们来看看,它会设置一些什么样的 实际上它在换入一档,换入二档之后呢 是连续的不断的急弯,左弯右弯,左弯右弯这样 连续的急弯 然后它会,你只要压到任何一个锥筒就要扣分数 就要扣分,一开始就开始评分啦 先让我们试一次,就是认一次录 因为说真的,年纪大,记性,这样左弯右弯真的蛮麻烦 压力蛮大的,对不对 童哥在这边讲说,他是年纪大 那个,那个志汉讲一个什么,金卡拉的什么 对对对,金卡拉就是所谓的绕锥这种活动 这童哥也去参加过,要记忆路线 我从小就这个记忆不好,所以 我从小就是玩那个长大的 你玩那个最佳成绩大概拿到 在这边的话,在我们一开始在参加之前有两个梯子参加 那大概都是50秒左右 算时间的 对,算时间,算时间 就是他一个综合的一个,像是人工设定的一个综合赛道 对对对 让你们在这边 加起来大概一公里 哦,加起来 这样绕一绕就有一公里 哇,绕绕绕绕,头都晕了 对对对对,真的是左右 这绕之外,你还要再带一个人是不是 呃,上面是他的指导 哦,指导,他顺便打分数 对 他会打分数吗 包括你的油门采放,他会,他会解释 哦 说要怎么样才会顺畅 哦 这实际上是要比顺畅 哦 不是要比真正的说谁比较凶狠 哦 对,这个越顺越快 就是这个教练一直一直在提醒大家 大家现在都会这样讲吗 对 如果我们这样把车子开到越顺越快 尤其是M3 是 我们来看一看 事实上呃M3呃其实是可以很暴力的 可是我们在这边因为限制的距离 对对对 所以没有办法说呃真正的尽情的把它拉到红线 然后然后左转 但是其实有时候有限制能够开得好 那那还是不简单的事情 没错没错 因为这样的话条件就一样 哦 大家条件一样 并不是说我比较我比较汗 哦 我就一定会赢 哦 我不是有个勇气我油门踩到 对对对 勇气直线谁 就是我爸说的说 开快谁不会啊 油门到底就好了 对啊对啊对 对 可是这边是就是完全不是这样子 那既然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寄居来到现场 可以我谈谈这些技巧性好不好 我们就这画面 可以啊可以啊 好 他这个教练要求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 包括你方向盘的操控 像刚刚那位就是已经手忙脚了 嗯 对 这就会就会减掉零点几秒 零点几秒 哦 其实在那瞬间就会了 对对对 然后 基本上我们几乎没有刹车 可是你就要控制力道 你不可以急踩 哦 全优门的话进弯之前 基本上就是收优门 对 然后就转方向盘 那党位大概都保持几大 大概 党位我们就留在二党 对对对对 所以二党 从头开到尾 这样子绕回来就要开始颁奖 对对对对 好 我拿了第三名 季军 季军对对对对对 这个季军呢是因为被扣了五秒 扣了五秒 对啊 为什么 我也很懊恼啊 那老先生的幹嘛那麼衝動啊 你是罵那個評審人是嗎 我發現M3還是有一個缺點 小葉 小葉冠軍 他去試的M3 你為什麼被扣分 因為我們煞車到終點的時候 煞車的時候居然 越線 居然越線 就被扣五秒鐘 放棄什麼 我們就說煞車 還是要加強 是他煞車的問題 我要怪煞車 他剛剛是講的很謙虛 已經老了 什麼都看不清楚了 其實斤斤計較還是小葉靈的杯子 比較大他還是什麼 煞五秒他可能桶哥就搬 站上兵 就是在煞車的過程 最後的這個 可不可以講一下為什麼煞車 因為其實其實BMW的對手 都有很大的煞車 就是六活塞啊 四活塞我們所謂的 大卡 C63的M7 我們不用講對手 可是對手大家都知道 可是呢BMW M3 他很奇怪 他歷代以來 這個煞車一直保持單活塞 好 雖然是非常 雖然是非常好的單活塞 可是面對對手越來越升級 越來越強 他這邊真的應該可以加強 所以這邊導師給他做的一個建議 沒錯沒錯 那害得我們桶哥沒辦法拿 對呀 越線了 差不住了 今天一定要講出來 對對對 今天要講出來 不過這台車子要價 至少要價多少錢 478萬 478萬 代理報價 台灣會進幾台車 台灣今年的配額 13部 13部 聽說已經賣了7部了 對 所以現在只剩下六分之一的機會 你可以成為車主 但是好像還是沒有錢 哈哈哈哈 他這次最主要還是 因為他是手牌車款 手牌車款 SNG那個是手牌 便知道還沒有進來 哦 那個沒有進來 對 那相當可惜 但是這個越是手牌 越是可以看出他們的技術 算便宜一點了 我願意切一台 真的假的 哈哈 我們現場就殺價好了 對對對 那你看可以砍多少 統哥馬上現在 砍好幾百萬 才是 哈哈哈哈 這個算得太便宜了 不過你剛剛那句話 已經得罪他們了 還可以算貴一點 開玩笑 他非常非常的好車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車子 其實就你們一個賽車手 開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大家覺得 他要不斷地精進 對對對 我們剛剛倒是一個玩笑話了 那那一瞬間 那個煞車那一瞬間 是沒有危險的 萬一有些真的需要 那一瞬間 有碰到一些狀況了 沒有沒有 其實就是因為 想要快 想要快的時候 就會玩才殺 這種車開誰不想快 對 大家一定有想要快 我想要更快一點 OK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謝謝車進國際技術總監 李一彤彤彤哥 還是持續跟我們分享 以後還是希望你能夠分享 開車經驗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彤哥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待會兒還有精彩的內容 等大家